如果你是一台丰田卡罗拉或者是雷铃1.2T的车主 看到这条视频那么福利来了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这款车的痛病 加油没有到2000转的时候有个吹哨声 不知道你的车有没有 大家听一下 松点 再来点 这个吹哨声吧 有点点吹哨的声音 大家都听到了吧 在2000转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吹哨声 很多人会误判为涡轮增压响 如果你刷到了我这条视频 那么福利来了 绝对的干货 这个毛病也是这款车的痛病 在加油面2000转走的时候出现哨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问题点就在这个涡轮增压器下方 这个支架 我手电照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有断裂 是这款车的痛病 在车上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一会给拆了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吗 这个支架是设计缺线 在两个螺丝之间有裂痕 这个两个裂痕 互相产生共振 发出的吹哨声 我给大家拆下来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位置 发出的 在这这的吹哨声 咱们维修需要更换一个改进版本的 因为这个属于痛病 厂家出了一个改进版本的支架 原厂的支架是一颗螺丝上的 在经过震动以后会发生断裂 咱们更换全新的以后 是有两颗螺丝并加厚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部件 引起很大的问题 大家不要走入盲区 不要去更换增压器或者别的问题 就是这个支架的问题 打着吧 现在装上这个支架以后 咱们再听一下 刚才那个声音还在不在了 加到两千串 看有没有了 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完全消失了 就是这么因为一个小小的支架 导致的这种声音存在 如果你是方田雷灵 或者是卡罗拉1.2T的车主 请您保证视频 这个视频会对你受益推测 首先很多名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的点赞量有点下降 大家如果觉得老队的视频 所以有帮助 那么麻烦给老队点一个免费的东西 加个关注 把视频分享给你